侯你个陈景然 竟然被信弃义落井下石 雪上加霜 背后捅到 谢谢你不取之恩 五花明月 永世难忘 你看 能一口气说好多成语的 也不算个文王吧 这背后插刀也算成语吧 雪上加霜也有语法错误 你们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快看吧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要太难过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会在你身旁帮你的 我答应过老董事长 做你的家庭教师 我会把你培养成一名 合格的继承人的 这叫什么路 这是绝路死路 我本来就是一个 无忧无虑的大小姐 突然半路出嫁 杀出来一个什么继承人 没有人天生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就你会说 反正我不要不想不做 别忘了 集团现在还不是你的 你在明月面前 围装成一个好哥哥 很辛苦吗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 大心眼里接触过明月 是不是想当我死了 集团到手 就把他扫地出门 我真好悔 让你成为公司总裁 在哪儿 在哪儿 呀 呀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问清楚 那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爷爷 我理解你的心情 那你现在不应该打草惊事 应该搞清楚 这个录音是谁发给你的 就是想要他给我一个答案 好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想好了吗 因为你把这个录音拿出来 他会主动跟你插谎吗 他不会的 而且你自认为的兄妹之情 就会感动你自己 根本感动不了他 因为在他心里 根本什么都不存在 一旦你把录音拿出来 就会逼他跟你撕破脸 要是好 你就会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不用你管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那么这个人